江山纵横 云桃飞流 多少豪杰壮志为仇 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 大江东去郎桃尽多少悲愁 天下隐形世事造酒 风雨人声为梦乡奔走 无处含义不是谁都能感受 天下隐形世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韩信确实是在等待出兵的最佳时机 告诉汉王 韩信必到 诺 公元前202年 项羽围困阳下城 已逾二十天 刘邦步出一兵一卒 大王 我们已经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滚木和类石 粮食都清点了吗 米十袋 玉鼠熟八袋 杂粮九袋 就这么多了 足够了 大王 刘邦再不出战 我们会把自己消耗掉 营地上的将士们甚至为了一只老鼠 砍杀的你死我活 知道了 下去吧 大王 杨下城 已经是一座废城了 全军上下 每天都有几十人 伤百人 被活活地饿死 冻死 就连伤兵也 我都看到了 大王如何想 谁能扛到最后 谁就能够在筋疲力尽的时候 把剑刺穿对方的喉咙 我每一刻都在想 柳邦他颤抖着贵刀在我面前 我拿着剑 在他喉咙上轻轻地一抹 看他血淋淋的人头滚到我面前 我们一定要扛到最后 我们一定要扛到最后 南无人的态度 我都是忍仰 我扛到最后 我扛到最后 你会扛到最后 我扛到最后 不能扛到最后 我扛到最后 那我扛到最后 来 向伯兄 惭愧呀 只好以这 清水代酒了 不妨试 不妨试 请 想不到我向伯在临死之前 能与子房兄谋上一面 而且还能 与子房 共饮一碗清水 或向伯虽死无悍意 向伯兄 像当年鸿门之宴上 你费尽心急周旋起见 这才救了汉王的性命 救我于为难之中啊 子房 这 我终生难忘 如今楚汉相争 也许向伯兄会认为 楚汉不败的 但若万一的话 我希望向伯兄 还是我张良含舍的做上课呀 如此 多谢子房 当然 这是我的一厢情缘 但也唯有于此 能够表达 我对向伯兄的感激之情啊 子房兄 我向伯早就知道了 你张良是好样的 你我兄弟之间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认得 并且也只能记住一个字 一字 正是 博书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居然还进行找张良 玉儿 卢婉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你身为霸王 那剑锋都指导人咽喉上去了 可他却面不改色 心不跳 我 我此番效仿卢婉 就是去找张良求计了嘛 他说什么 他跟我说 要想打破现在这个僵局 就必须彻底改变 以往我们对彭月和韩信的那种态度 大王 自打我们跟那刘邦开战以来 那彭月和韩信虽然是出兵了 但是他们一直畏畏缩缩 慢慢腾腾 其实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 以待局势的发展 尤其是那韩信 说不定 他还真就希望 刘邦那个老小子彻底完蛋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调转他的人马 跟没来得及休整 和喘息的我们决战呢 从而他想一统天下 但由此可见 只要我们把那彭月和韩信拉拢过来 那刘邦 大王依然是孤君一支啊 大王 我们相家的霸业依然可成啊 大王 那张子房说了 要想把韩信 彭月彻底的拉拢过来 就是要封赏 比刘邦更多 更广的领地 大王您想啊 这样一来 那彭越和韩信二人 必然欣然出兵 彻底的 见个熟手两端的张良 即使韩王城死了 他富韩的心 一刻也没死 要我分封更多的领地给彭越 让我和那个织济郎中韩信 去平分天下 简直是荒谬 伯叔 难道你还不懂吗 这张良 他肯定私下勾结韩信跟彭越 暗地里进行富韩的勾当 大王 未必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下去吧 下去 我请你 我请你 我认为你 你 要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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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他能平安无事地见到我 而没伤到一点皮毛 都是因为大王过人的胸襟 臣知道大王欣赏相伯的义气 在鸿门宴上 想你是多么的不可一世啊 而我们的实力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相伯在那个时候 来帮助大王 可以说一点好处都得不到 反而会惹得一身祸患 但是他却挺身而出 如今大王没有杀他 甚至没有拦他 就是想借此感谢他的情意 臣还有一事禀报 出于一样的意 臣给他出了计策 让他告诉项羽 只要封给彭越 韩信更大的土地 楚汉的格局 就会重新划分 历代战乱 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仗不能再打了 我敢和项羽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项羽目前的心态 不可能会采纳的 相反 这样的言辞 反倒会激起他更大的决战之心 因此对项羽 对项羽我们已无愧于心 最后 臣要再次败谢大王 普杀之恩 苍天哪 难道这回 又是我项羽 又是我项羽错了 又是我项羽错了 非是我项羽 背弃向家里 对项羽 先生 您醒了 刚才有人送信 见您睡着就没有打搅您 他让我告诉您 大王采纳了您的意见 将巨阳向北 直到古城的地盘 通通送给了彭越 封给韩信的土地更大 从尘一直到东海之兵 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天下终于要太平了 百姓们终于要过上 安稳的日子了 此乃天下之大幸啊 大汉江山 请受臣一拜 一拜 恢复 八 六 八 八 大王 大王 彭毕的人马出现了 彭越 人在哪 他朝后路 往彭城方向去了 跑 樊坏呢 樊坏已经撤离了阳下 城市已经被项羽给占了 大王 咱只有这个高坡可守了 韩信有消息吗 我们派出的人马 聚心未回 樊坏他撤出了阳下 韩信他不来 还好有彭越 再抄项羽的良道 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 可只有一个彭越 也抵挡不住项羽啊 彭越 难道他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彭越绕行外晃 以致我军的探马 根本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现在他已经直奔彭城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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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我军都变 出现了韩信的大军 什么 这不可能啊 若说彭越逃过了我军的侦察 还在情理之中 毕竟他只有区区几万人马 可是韩信大军 从齐国而来 这绝不可能 我亲一眼照见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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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你们去齐国侦察吗 眼睛都瞎了 您不是派我们去良地吗 我们一路向北 从渝县到昌义 奔了几个来回 可是连一点军队的影子 都没有看见 这是怎么回事 是谁让你们去良地的 是卢婉大人 大哥 我这就把卢婉带回来 不用了 他早就逃跑了 不管他逃到哪 我必须把他带回来 怎么带 他早就回到刘邦身边了 大王 现在我们可是负辈受敌啊 进步 韩西的大军离我们还有多远 天黑前便能赶到 挑选一千名 擅齐射的精兵 随我去把刘邦的脑袋带回来 大王 我建议应该撤回彭城 你不了解刘邦 他是逃魄将军 只要我们把刘邦 从城西的高地上赶下来 汉军一旦后退 我们率军掩杀 韩西彭月 再怎么有能耐 这一次也救不了刘邦 诺 韩西 对 事后来报 韩西天黑前就能赶到项羽的后方 天黑前 可是现在 项羽 青帅一千齐射 发起进攻 我们顶不住了 不如先行西撤 西撤 我们不能走啊 大王 万万不可啊 汉军五万十万 十几万兵马都死了 也可以重振旗 如果你要死了 我们一切都完了 你怎么不明白呢 我们不是败了一次了 也不在乎败这一次 我们逃了 也不止这一次 但是这次 我们不能逃 等天黑 等韩西 列阵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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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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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三虹 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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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大哥 以前棋车已经快打光了 撤吧 尽在支持 我们不能再放他走 那怎么办 大狗 大狗 韩信的前方 coding 已经跟我们军队交上手了 咱们往南撤吧 大狗 有意以为还信欺兵突破 没有时间了 再不走 就会全军覆没射找 没射找啊 再来啊 戒 大哥 快撤吧 再不撤来不及了 大王 大王 别犹豫了 快撤吧 向南别撤退 撤退 向南撤退 快 别跑啊 没射着 你没射着啊 快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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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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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